3、2、1、3 谢谢牡丹又幸福、温暖和谐新故乡 在交通部公路总局以及屏东县政府协助下 牡丹乡第二部幸福巴士正式通车 牡丹乡虽然现有屏东客运301、302两条路线 但一天只有早晚两班 另外因为乡内199、200县道道路狭窄 乡公所中行巴士无法到达每个部落 因此希望这次购置的九人小巴 可以补足乡内六村的交通需求 除目前行驶的高市自领二村外 同时应将扣到服务本乡 旭海东野、古丹及斯门二村民众 届时全乡民众都可以预约搭乡 享受幸福巴士的便利 潘壮志表示 现有客运主要以服务学生就学为主 对需要就医采买的部落长者来说相当不方便 在公路总局积极协助下终于有新车加入 未来还计划结合明年通车的满洲幸福巴士 形成牡丹满洲共同生活圈 未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两部的幸福巴士 甚至说缓中即将在明年主要运行的时候 两厢互相在生活上做个联系 然后构成一个生活区 我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幸福巴士带来的便利性 当地族人都很期待 不过同时也希望相关单位协助道路修建 让牡丹交通不止方便也更安全 平地有路坪专案 牡丹没有路坪专案 坑坑麻烦你转坑你就掉到坑里 所以希望我们公路总局本能幸福的方向 再给我们牡丹香一个光呆的眼神开展 把它回忆一下199线 牡丹香幸福小巴将采预约式轿车 希望借此提高机动性以及使用效率 公路总局也呼吁牡丹香名多加利用 让幸福真的进到部落 云日新闻巴朗 评论牡丹 长文报道